Hello,大家好,我是胖妹 今天用香肠和腊肉做一个好吃的 首先我们先把花菜掰成小朵 加一点食盐 用这个清洗花菜特别好 然后我能杀出里面的细菌,还有小虫子 再把花菜清洗干净 切点香肠 自己家腌制辣热 再切点大蒜,洋葱,辣椒粥配料 爆香洋葱和大蒜 放入干锅锅底 爆香大肉和香肠 再倒入花菜 加水焖五分钟 可以了 放入煎辣椒 少许的生抽 食用盐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我先开吃了 像腊肉和香肠这样做特别的爽 特别好吃了 腊肉稍微再肥一点就好了 小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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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蒜 小时 小时 这样又香又辣 好过瘾 然后想吃肥肉 大肉和安心桥搭配得特别好吃 过瘾 这样拌的鸡是最长的 吃 鸡币 鸡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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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入冰箱 嗯 光盘行走从我做起 今天胖妹分享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记得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